好 今天的话给大家带来四场比赛 第一场是霍村在主场和莱比锡的德甲 第二场是都灵和博罗尼亚 第三场是卢顿和埃夫顿的比赛 第四场是赫塔菲和比尔巴尔经济的比赛 那咱们首先来看第一场霍分 海姆在主场和红牛的比赛 霍村的话本赛季排在联赛的第九名积39分 那莱比锡的话目前排在联赛第四名积62分 整体来看的话现在红牛是排在联赛第四名领先第五名的多特有五个积分 那领先法兰克福分数就比较多了 领先了17个积分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莱比锡今年这个在欧战区应该是稳稳当当了 那霍分 海姆这边的话目前是基39分排在联赛第九名 落后的埃夫顿 弗莱保 落后了弗莱保这个一个积分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霍村这边也有机会冲击欧会的这个这个比赛 那近期两队状态来看的话 霍村这边是取得了六胜四胜六负的一个成绩 莱比锡这边是取得了七胜两负一负的一个成绩 在网季交手方面来看的话 莱比锡是取得了八胜一负一负的成绩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莱比锡不论是近期还是网季都有很大的一个优势 那好 咱们来参考一下数据方面 上一场莱比锡在主场给到临场1.5低回报 这场比赛来到客场的莱比锡在初始阶段给到一球低回报 现如今统一调整到1.25的一个中立回报 在这样的一个数据调整之下 对于其实对于这个莱比锡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我认为是正面的一手支持 再加上配合着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回报吧 整体来看这场比赛咱们还是看好莱比锡啊 毕竟他网季和近期状态确实比较有优势 再加上这个公司数据的一个支持 所以一场比赛咱们看好莱比锡 第二场是都林和博罗尼亚的比赛啊 那这场比赛现在整体来看的话 都林排在一甲的第十名 博罗尼亚排在联赛的第四名 那今天同样也是一甲也是五个欧战的席位 罗马现在落后博罗尼亚四个积分 亚特兰大落后博罗尼亚六个积分 拉奇奥落后博罗尼亚这个八个积分 那现如今的话 一甲还有这个 接下来还有四轮的比赛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对于博罗尼亚来说 今年其实冲击欧战还是有很大的一个优势的 那都林方面的话 目前排在联赛的第十名 可能对于欧战的席位不是太有机会了 在往期交手方面的话 都林是取得了三胜四平三负的一个成绩 近期各项赛事来看 都林是取得两胜四平四负的一个成绩 博罗尼亚是取得六胜三平一负的一个成绩 所以不论是在近期还是在往季 其实两队算是误开 博罗尼亚有略微的优势 因为这个赛季 博罗尼亚确实踢的比较好一些 那咱们来参考一下数据 博罗尼亚上场比赛 在临场的时候 主场给到025高回报 这场比赛来到客场以后 都林在初期阶段给到平手的一个高回报 现如今档位没有变化 只是在回报方面是从一个高回报降到一个中回报 对于都林来说 在一定程度上 初始阶段对于他们的支持力度就不是很高 再加上后期的一个档位 再加上都林主场的一个优势 所以整体来看的话 我认为中后期 对于都林的一个支持和初始阶段 对他们的一个看低是比较不符合常理的 所以这场比赛在中后期的一个走向 我认为对于都林来说不太有利 因此这场比赛咱们看好博罗尼亚 好最后的话 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四场比赛 第一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这个莱比西 结论是让平让负 比分是0比2 1比2和1比3 第二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博罗尼亚 结论是主负防平 比分是0比1 1比1和1比2 第三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艾夫顿 结论是主 看好卢顿 结论是主负 比分是1比0 1比1和2比1 第四场的话 咱们是看好比2 八二竞技 结论是主负防平 比分是0比0 1比1和1比2 好 今天的话就给大家说到这儿啊